乔月蝉忍不住从屏风后走出来 静止看向杨默 本是好言好语将你请来给母亲看病 谁知道你竟然上门闹事 杨默看向乔月蝉豁然笑了 乔大小姐说的是上门闹事吗 不知道是谁花了大把的银子 让人上宝盒堂闹事 乔月蝉豁然想起她买同老宝的事来 做了那么多事还想让人尊敬 要不是饱和堂里有病患急着用药 我也不会登门来讨要你们不问自拿的东西 杨默指了指珠扇手里的木盒子 在这里我也劝告乔大小姐 这些东西不是谁都能用的 若是拿来乱用 救命药说不得会变成害命药 乔月蝉想要争辩 床上的乔夫人听了 整个人向前扑 顿时落在地上 乔下内势乱成一团 乔月蝉转头想要去看母亲 却又不甘心被杨默压制 钻紧了帕子 别以为你现在仗着我们请你看证就猖狂 你若是不给我母亲好好的治病 我管教你将来后悔也来不及 前世杨默跪下来给乔月蝉敬茶 乔月蝉就是这样的神情 不断地打压杨默兰 让杨默兰觉得自己卑微不堪 常见人冷眼旁观 乐见其诚地看着杨默兰 从一个正式到妾式 最终落得一尸两命的结局 杨默一直不明白 那好歹是常义宁的第一个孩子 常见人竟然也那样狠心 杨默能感觉到杨默兰的伤心和恐惧 一心一意爱着夫君和信任着遗祖母 就这样看着他和孩子死去 就是想要反抗的命运 所以才会将他带来古代 重新开始 他要做的就是维护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痛痛快快地过着一生 面对乔月蝉 他自己觉得畅快 因为如今 他和乔月蝉早已经不是那样的情形 乔家再也不能任意地欺压他 所以杨默会想笑 他不用面对面目可憎的乔家和常家 杨默看看身边的婆子 婆子道 乔家是不是抓起了个下人 竟然让一个婆子来问这话 乔家的管事妈妈看向乔月蝉 乔月蝉铁青的脸不说话 管事妈妈只好低下头 全当没听见 杨氏让一个婆子问出口 分明是没将乔家人看在眼里 我们家的事 我们不知晓 你个外人怎么知道 乔月蝉冷冷地开口 杨默也不作声 只等婆子接着道 是衙门的人 让我们小姐去日诗物 说是乔家下人 从乔家带出变卖的一箱子书和物件 从乔家带出来的东西 为什么会让杨氏辨认 乔月蝉道 笑话 我看你们 话说到这里 乔月蝉越发觉得不对 对上杨默的眼睛 杨默微微地抬着头 眼睛里仿佛都带着笑意 就这样看着她 并不像是恶意的玩笑 而是有种畅快的神情 乔月蝉忍不住看向乔夫人 却生生忍住 杨默道 我要仔细辨认清楚 那些从乔家庄子里 偷出来的东西 全都属于我们杨家 敢问乔夫人 我们家的东西 为何会在乔家 莫非 我祖母托姑 不光是托给了长老夫人 还有乔夫人 乔夫人那边 将杨默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杨默不是来给她治病的 是来找乔家算账的 要将杨家的书信 都拿到手里 只要事关杨炳正的文书 都要一把烧掉 最重要的是 找到朝廷给杨家打的欠条 上面记着朝廷 奢欠杨家要财的数目 那时候老爷如日中天 轻而易举的 就将杨炳正 这样反冯格老的人 死死地捏住 皇上利用冯格老打击宣王 对冯格老信任有加 正是完全依靠冯格老 所以 任杨炳正这些人闹得再大 也被压了下去 严格老因此案上奏了几次 却差点被牵连 那时候的证据 可比现在明朗得多 常家一心想要攀附过来 于是整个杨家 就被轻而易举的 里营外合给掏空了 剩下杨氏这个孤女 信了常家早晚是个死 要不是杨家那些欠条 没有找到 常家早就让杨氏病死了 常家和乔家早有默契 只要拿到朝廷给杨家的欠条 就会送杨氏归西 没想到欠条没有找到 杨氏却先有了动作 杨氏本来不能顺利地 从常家搬出来 都是嘉宜郡主当场撑腰 杨氏才有了机会 踏出常家家门 再往后 太医院的同英谱和老爷商量好 让杨氏病死在疫区 谁承想 杨氏不但活着 还立了大功 一桩桩一件件 就这么慢慢地叠加起来 到了如今 杨氏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孤女 反而能站在乔家 用这样的口气嘲笑他们 杨氏一个女子 怎么会比杨炳正和杨老夫人 还能对付 难不成真的是天意 天意如此 因为没有斩草除根 杨氏反过来 要向常家和乔家报仇 乔夫人想到这里 心脏乱跳个不停 觉得气息越来越困难 几乎要晕掘过去 乔月禅完全不知道 要怎么应付杨墨的话 只能转过身 向乔夫人求助 杨墨却气定神贤 常家和乔家结亲 乔大小姐 是不是要拿杨家的财务 做嫁妆 乔家不只是贪了杨家的财务吧 来人 乔月禅气急败坏 将这些闹事的人 绑送去官府 这是天子教下 怎么能任由这些 刁民上门声势 乔夫人不说话 乔月禅这样气急败坏 说不出反驳的话 就印证了她刚才 说过的那些话 乔家和常家 和谋一起谋害杨家 杨墨想起突然去世的祖母 祖母病倒在床榻上 常老夫人和常大太太 就成了杨家的常客 不知道祖母的死 是不是和他们有关系 杨墨道 衙门里的立官 还在乔家门口等着 我就要和立官 去衙门里写证词 既然乔大小姐也有冤屈 不妨让人随我们 一起去衙门告状 乔月禅想要说话 却被乔夫人一把拉住 现在情形不明 还是少说为上 一切等老爷回来再商议 乔月禅却忍不住 胸口的怒火 杨氏 你不过就是个身份 卑贱的罪臣之女 敢和权贵作对 早晚要你死无权失 乔夫人听着女儿的话 心中焦急 一张嘴 顿时咳出四目的鲜血 没想到女儿 这样的沉不住气 一个女孩子家 说出这样的话 定然会名声受损 乔月禅 只觉得母亲的手 仿佛陷入她的皮肉中 她却仍旧 抬起头看着杨氏 她就是要杨氏知道 只要她活着一天 她不会让杨氏好过 杨氏 早晚要后悔今天的作为 杨氏失笑 生死由不得你算计 否则 我们就不会有今日 她早就死在了常家 又怎么会站在这里 替杨氏申冤 乔月禅恨不得一掌 昆向杨氏兰那张脸 早知道 她应该促成长一宁 将杨氏兰受为侍妾 这样她就能光明正大地 折辱她 让她惨死在她的眼前 魏毛几个在一旁 听得心惊肉跳 尤其是乔大小姐 说要乔家家人 将他们绑出去 他们不禁有些手脚冰凉 他们身为男子 还不如师父 这个女子有胆色 杨末带着魏毛几个 出了乔家大门 杨末竟直登上了马车 去顺天府 乔夫人这边 好半天才缓过气来 旁边的管事妈妈 走到乔月禅身边低声道 大小姐说那样的话 只怕会被杨氏传出去 那怕什么 她是因为母亲病成这样 杨氏不肯医治 才口不择言 再说 杨末兰 说是常家和乔家 合谋害杨家 她也是为常家打抱不平 难道常家人 会因此责怪她 现在无论是常家 还是乔家 都要一致对付杨末兰 乔月禅冷笑 一个孤女 看她能有通天的能耐 你们未明也太高看她了 乔夫人迷迷糊糊地醒来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希望 杨氏是不可能给她看病了 母亲 乔月禅用帕子揉眼角 还是请太医院的御医来治病吧 晚了还真的来不及了 乔月禅哀求着乔夫人 乔夫人满头冷汗 如同做了一个噩梦 只觉得浑身没有半点力气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杨家的旧事 不停地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杨老夫人死了之后 她和常家人 看杨家那些书信和药方 当时她还觉得好笑 杨家这样的蝼蚁 不过有些银钱 就要和冯哥老为难 落得这样的下场 是他们自不量力 她看到杨家那些药方 又是欢喜 那是杨家百年留下的血肉 如今白白便宜了他们 人在世上 最重要的就是权利 权利能换来富贵 能换来性命 如今她却怀疑 到底能不能换来性命 就算再有权利 也没有第二条命 乔月禅这时候 吩咐管事妈妈 快去太医院请御医来 就说母亲病重了 要御医现在就治病 乔家这边忙碌着请人治病 乔老爷那边 也是焦头烂额 不过看了几本书 就让他一身白毛汗 这是从哪里来的 乔温景在官场上混了多年 关键时刻 还知道要收敛心神 一脸诧异 看向葛世通 葛世通早就料到 乔温景会如此 不慌不忙地道 都是从乔家抬出来的 乔老爷您看看 装东西的箱子 上面还刻着 你们乔家的大名呢 乔温景激愤地 从椅子上站起来 瞪着眼睛看葛世通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些东西 就是我乔家的 葛世通笑着 看向乔温景 乔大人 我只是将审来的口供和证物 送起给督察院 至于到底是不是您家的东西 我说了不算 说着顿了顿 你说了也不算 然后拱了拱手 咱们都要听上面的意思 葛世通这时候装起好人了 一副和颜悦色 公事公办的样子 比前几天的态度大相径庭 乔温景现在算是看明白 可世通让人最恶心的 并不是他那张阴沉的脸 而是他假惺惺笑的时候 让人看着脊背发寒 却不能伸手 去打烂那张笑脸 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像有人暗地里 有意将杨炳正的案子提出来 从王振庭 到他面前的这些东西 就是在将他和杨炳正的案子 连在一起 这一次 乔温景真的觉得不再是巧合 也不是一件小事 福音大人 顺天府经历进门禀告 杨氏来了 认了杨家的物件 还写了文书 要大人您替杨家做主 乔温景听到这话 急着向前走 却料不到撞到桌角上 顿时疼得变了脸 却顾不得这些 杨氏在哪里 我倒要看看他写了什么文书 这样的刁民 就该抓起来重责 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乔大人 葛世通转头看过去 这件事就照您说的办 乔温景一争 没明白葛世通的用意 葛世通笑着将话音一转 不过要等您 什么时候兼了顺天服饮 才能在我这里发号施令 乔温景咬紧了牙 葛世通 你就不怕那天 犯在我的手上 葛世通甩了甩袖子 走了几步 忽然转身 用手指向乔温景 你先擦干你屁股上的屎 再来要挟别人 我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 顺天服饮 奉命查你的案子 岂容你这般恐吓 你我今日的话 就记录在案 随案卷一并呈上去 乔温景急得跳脚 你敢 葛世通起背笔直 沉着脸看向乔温景 朝廷受我官印 掌管京师重底 你看我敢不敢 葛世通话音刚落 就有人掀开帘子进门 郭大人 乔大人 葛老谬乃拿王振廷的案卷 乔温景眼前一亮 心中的大石 顿时被挪开了几分 立即看向来人 来人短暂地和乔温景对视一眼 彼此立即心知肚明 乔温景几乎要哆嗦着喊 我的天哪 可算来救我了 杨默等了半个时辰 才见到葛世通 葛世通脸色如常 只是神情稍微低沉 这案子 冯哥老伸手了 后面会怎么样 就不是我一个人能掌控 早晚会有这样一天 乔温景是冯哥老的狗 狗出了事 却要牵扯后面的主人 冯哥老出手帮忙 那是早晚的事 姚默起身向葛世通行礼 这些日子多亏了葛大人帮忙 才算查出了这样的结果 葛世通也盲站起身 大小姐千万莫这样说 我有几斤几两 别人不知晓 我心里再清楚不过 他虽然是主审 但是这案子 周成龄一直出面帮忙 就像乔家下人 便卖这些杨家财物 那也是周成龄想发设法 从乔家带出来的 要是没有这个证据 就算乔家下人一口咬定 是受了乔老爷指使 去帮衬王振廷 害杨大小姐 朝廷也定不下什么罪名 葛世通说到这里 想起长家 看向杨末 杨大小姐一定要从长家搬出来 是因为看出了苗头 常老夫人做事细致周到 就算长大太太 从表面上 也看不出对她有什么不好 就是长家的下人 说说闲言碎语 说她配不上常义宁 就算是常义宛 不过也是暗地里 对她存了坏心 长义宁始终与她保持着 不近不远的关系 何况长家还没有流露出 将她以其作妾 若不是重生一次 杨末还真不会 就那么快地看透这些 尤其是常老夫人 那是她亲姨祖母 论血缘比旧父还要亲 葛世通立即觉得 自己问得多了 杨大小姐那么聪明的人 当然会知道 谁对她是真正的好 谁是虚情假意 杨家的事 大小姐用不着着急 现在这样未必也不好 这案子圈扯得越多 往往越容易判 葛世通亲眼看着 杨大小姐汗手 并不是勉强答应 而是十分痛快地点头 甚至眼睛里 还有一丝希望和笑意 有些话 她不好仔细说 但是她确定 杨大小姐听明白了 多聪慧的女子 怪不得妻子说 杨大小姐不光会医术 若是管理内宅 也是一把好手 大人可知晓高正春 在顺天府 不好说太多逢党的事 杨末转开话题 葛世通思量了片刻 立即道 是那个要搞科长舞弊的秀才 杨末看向秋童 秋童将盒子递过来 杨末转交给葛世通 这是高正春末写下来的文章 这篇文章 是侯子安在进贡院前 框平高正春写下来的 葛世通将盒子打开 拿出里面的文章 仔细读起来 果然是本次秋为的礼记 四书役 经论 寄到题目 高正春因为误了时辰 没有进贡院 等到科考结束后 他才知道侯子安和他一起论题目 就是为了此次秋为的试题 葛世通看着试卷思量 他也是科举入试 每年的乡试 会试 电视 题目他都格外关切 知道这些题目之后 他也会在心里琢磨 试试自己如今 还能不能写出几绣文章 我虽然未做过主考 却能看出这是一篇好文章 若是其他几颗也是这样的水平 定能取上举人 这就是了 为什么侯子安要陷害高正春 难道只是为了少一个对手 若是为了少个对手 要何必这样麻烦 不但告诉高正春试题 还要害他不能进贡院 葛世通道 历朝历代 都有科举舞弊的案子 有找人替考 有买通试题 若是这件事果然为真 侯子安八成 是拿了高正春的文章硬考 杨墨点点头 用有才学的先生提前作答 为免花费一笔银子 让人守口如瓶 照上高正春这样的人 即使高正春明白 受了陷害 却也不能让自己招学 如果不是高市找到京中 高正春只怕要饿死在京外的破庙里 哪有可能状告侯子安 葛世通看着试题直摇头 没想到他们已经这样的明目张胆 侯子安是什么人 我听都没有听过 这样的人也能拿到题目 更网论他人 给人来说 谢谢大家 走路 我来说 过来 你 还不可以